留学五年的发小终于回国 请他吃饭的途中 手机却没电关机了 再打开时 上面有女友的十多个未接来电 还有一条微信消息 你的白月光回来了 我让位 我发过去一个 屏幕中盘出一行小字 对方开启了朋友验证 您还不是对方的好友 我 我看着女友给我发的微信消息 有些发猛 你的白月光回来了 我让位 我发了一个 过去 消息旁边出现红色的感叹号 下面还跳出一行小字 对方开启了朋友验证 您还不是对方的好友 我不过就是与好友安鹏 一起请回国的发小吃了一顿饭 在吃饭的途中 手机没电关机了 然后没有接到他的十几个电话 用得着把我的微信和电话都拉黑吗 虽然这样想着 我心里还是发出 我把喝多的柳如烟丢给安鹏 在他的抗议声中 打车风风火火地赶回了家 回到家一开门 我直接傻眼了 家里面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只是所有情侣用品都只剩下了一半 拖鞋 抱枕 水杯 玩偶 牙刷 我冲进卧室 发现楚颜把自己的衣服也收走了 连情侣袜子都被挑的只剩下了一半 我出门不到三个小时 整个屋子像是从来没有第二个人生活过一样 不开玩笑 我的女朋友凭空消失了 我气得甘疼 打电话给了楚颜的秘书 楚总已经提前安排好了接下来一个月的事物 对方为难地对我说 至于她的具体行踪 我也不清楚 楚颜平日里冷静自尺 怎么会突然做出这种傻事 还白月光 她好好的一个总裁玩什么狗血言情 真当自己演偶像剧呢 她没什么朋友 生活中除了工作 就是我 我思索了片刻 这么短的时间 她最可能去的只有一个地方 我开车去了楚颜之前住的别墅 果然在院子里看见了正在浇花的楚颜 阳光洒落而下 鲜花环绕 趁得她的俏脸越发娇艳 我却没心思欣赏 气冲冲地走上前叫她的名字 她本来正对着花丛发呆 抬头看见我时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什么都收拾干净了 微信 电话都把我拉黑了 公司也不去了 你想干什么 天知道我联系不上她时 有多害怕 楚颜一开视线 达菲索问道 她回来了 你还来找我做什么 谁 我脑子里闪过一个荒谬的猜想 不可置信地问她 柳如烟 楚颜抿着嘴不说话了 我被雷德外焦里嫩 一时有点儿失语 楚颜撇了我一眼 抬脚就要往屋里走 我连忙抓住她的手 我跟柳如烟只是好朋友 我一点都不喜欢她 楚颜搭拉着眼皮 明显不相信 你怎么不信呢 我急得要死 我对她一点感觉都没有 楚颜 三 我蹲在楚颜的别墅外面拔草 就在刚刚 我一激动 口不择言地说 我要是真能跟她 有什么早就有了 还有你什么事 然后就眼睁睁看着别墅的大门 在我面前狠狠拍上 我想不通 为什么楚颜会觉得 我喜欢柳如烟 甚至会觉得她自己是一个替身 是的 楚颜玩的不仅是古早言情 还是替身文学 她皱着眉头 红着眼睛对我说 要不是我鹅角这颗小智 与柳如烟相差无几 你也不会注意到我吧 我温柔漂亮多金的女朋友 从我开始追她那天起 就把自己带入了替身的角色 那我不就是那个脚踏两条船的渣男主角 我彻底无语了 我根本不知道柳如烟鹅角有致 当初追楚颜 也是因为在父亲的公司见到她 对这个靓丽的姑娘一见钟情 后面打听到 她竟然是我父亲的合作对象 就越发觉得她对我的胃口 从那之后消息轰炸 送花都只是常态 我甚至会提前好几个小时 在她的公司楼下蹲她 只为了请她吃一顿饭 她最开始的时候 对我十分冷淡 到后面了也是不冷不热的 既不明确地拒绝 也不答应我 我也不是没脾气的人 有一次吃饭的时候 就向她摊牌了 我没像这样追过人 你到底答不答应 给个准话啊 这样吊着我算什么意思 从小到大我就没这么认真地追过女孩子 我是真有些耐不住了 或许是我的真心打动了楚颜 她目不转睛地紧盯着我双眼很久 才点了点头 那天之后 我俩就正式开始交往 在一起之后我才发现 楚颜的生活非常简单 简单到不像一个女孩子 也对 人家是女总裁 她可以做到有时候连续一周不回家 吃住都在公司 生活中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 我花了五年的时间 强硬地挤入她的世界 现在告诉我 我从一开始就敲错了门 哥有点无法接受 四 门不能走 我就爬窗 高中时候翻学校的墙 毕业了重操就业 爬女友家的窗 我选了一扇看起来比较好翻的窗户 三下五除二就翻了进去 虽说我与楚颜在一起已经五年了 但这个房间却是我第一次来 她之前都是锁着的 我端详着这个房间里面的摆设 错不及防被墙上的一排奖杯闪瞎了眼 我凑近看 发现有好几个上面都写着清白高中 这不就是我读的高中吗 我心中疑惑 正想再观察观察四周的情况 房间的门却突然被砰的一声打开了 楚颜带着一脸怒气看着我 我微笑 嗨 胆子大了 敢翻窗了 楚颜语气都带着火 马上就要烧到我身上来 要是摔了怎么办 我对她咧嘴一笑 我有经验 不会摔的 毕竟高中每次迟到 我都是翻墙进去的 早就清车熟路了 楚颜却好像看出了我内心的想法 毫不留情地拆我的台 学校的墙多高 这里多高 这可是二楼 我注意到楚颜口中的学校 你高中在清白高中读的 我打断她的话 楚颜被我掐住了话头 脸色墨地就变了 瞧着有几分懊恼 又有几分后悔 我不止一次跟她提起过 我高中读的是清白高中 可楚颜却从没有对我提起过 她也读的这个学校 我们俩年龄相仿 说不定还是同一级的学生 那她为什么会瞒着我呢 我张开嘴想要继续问她 楼下的门铃在这个时候响了 楚颜像是松了一口气 迅速地转身 下楼去开门了 我跟在楚颜身后 看她拧开把授 门外的人朝我们出示证件 警察领悟 楚颜有一个热心的邻居 看到有人爬进隔壁 很久没有住人的房子 不仅打电话提醒了房主 还顺便报了的警 我跟楚颜坐在派出所 解释了好久 才让警察相信 我真的不是小偷 以后不要做这么危险的事了 走出派出所的时候 警察同志还在严肃地教育我 我连连点头 心想不就爬个墙吗 竟然进了派出所 楚颜一直板着脸 身上的低气压压得我不敢说话 上次她这样生气 还是我背着她在外面喝酒到凌晨 那时她找了我很久 最后在酒吧找到我时 急得眼睛都红了 一阵电话铃声 打破了我俩之间压抑的气氛 我掏出手机一看 柳如烟 楚颜脸色难看起来 换了个方向就要走 我揪住她的衣角不让她动 你听听她怎么说 点了接通 柳如烟迷迷糊糊的声音传来 沈南 你去哪了 快回来陪我喝酒 一时间 我不知是去抢我的手机 还是捂住楚颜的耳朵 柳如烟这状态明显是还没醒酒啊 楚颜神色不明 安静地听着柳如烟在那边发疯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想你 你太狠心了 都不来国外看我 柳如烟每多说一句 我就的心就多凉一分 等到她说累了 终于不再出声了 我的心已经比大润发杀了十年鱼的刀 还要冷了 电话挂掉后 楚颜明明脸上没什么表情 我却生生从上面读出了一丝 被抛弃的小白花的味道 她就是喝醉了酒 胡言乱语 你千万不要信我试图挣扎 小白花咬牙甩开我的手 迈开腿飞快地上了车 在我震惊的目光中 毫不犹豫地开车离开了 六 我直觉楚颜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于是第二天我去了清白高中 找我之前的班主任老柳 十多年前那个小老头没有变样 见着我就笑着说 你这小子瞧着完全不一样啊 之前最让我头疼了 每次风计扣分名单里最多的就是你 那时候不懂事我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直接进入主题 老师 您记得楚颜这个人吗 老柳的眼睛亮了亮 当然记得 他可是我们学校的传奇人物 我怎么没听过 我有些疑惑 你怎么会不知道 他表情有些疑惑 那时他的名字次次都挂在光荣榜上 再说人家还给你写过情书呢 什么 这下我彻底蒙圈了 我记得我把之前没收的情书都收到了一起的 老柳小声嘀咕着 在办公桌下面翻找 找到了 我看向他手中的那个正正方方的信封 脑子里面突然冒出一段不太美好的记忆 高中的时候有个风计委员特别爱逮我 不带校徽 不穿校服 迟到 早退 我次次都能被他直接抓个现行 就算我舔着脸向他求情 也阻止不了他一次次的在扣分单上记下我的名字 记忆中的风计委员的脸 慢慢的和女总裁的脸重合了 我勒个去 我想起来了 那次我在走廊上吹风 又碰上了这个风计委员 我紧张地检查了身上没有什么能够扣分的点 硬气等着他来找查 结果对方什么都没说 手里捏着一个信封朝我递过来 我才续起来的战役 一下就被打散了 有些猛逼的收下这封信 可是当时我可讨厌这个人了 就算收下了信 也根本没有打开过 我记得我好像是随手塞进了客桌里 后面什么时候不见的也没有印象了 既然你今天来了 那就还给你把劳流把信封重新给了我 我心情复杂递接了过来 七 女朋友高中的时候 暗恋我和女朋友是我高中时最讨厌的人 这两件事我不知道哪件事给我的冲击更大 只知道自己回到家时精神还有些恍惚 我颤颤巍巍地打开信封读了起来 沈南同学 你好我是高三四班的楚颜 我觉得你很帅 这次月考成绩周五出来 要是我这次考试还是年级第一的话 星期六早上八点 我能邀请你一起去植物园吗 上面只有短短的几句话 我却撑着下巴看了许久 那个星期六我在干什么 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高中时候的周末 我大概率雨柳如烟和安鹏混在一起 我们仨从小一起长大 混也混到了一路 高中的时候正叛逆 做了不少荒唐事 楚颜那时在干什么呢 或许他选了一个最保险的条件 毕竟考第一名对他来说真的很简单 然后星期六的早上带着满腔的七呆 在植物园门口等我 最后没有等到我 失望地离开 甚至还可能在路上碰见 在街边闲供的我跟柳如烟 我长这么大 做什么都是没心没肺的样子 不曾有任何后悔 但是现在我心里突然生腾起 类似于后悔的情绪 如果 我是说如果 我当时打开了那封信 结果会是怎样 老柳还跟我讲了许多有关楚颜的事 说他高中有些孤僻 没什么朋友 整日只知道读书 所以他给男生写情书这件事 着实让一众老师都感到了吃惊 特别是对象 还是我这种与他扒杆子 打不到一起的问题学生 我问老柳是怎么得到这封信的 他想了半天 只记得是有人交给我的 究竟会是谁把信交给老柳呢 爸 我又去楚颜的小别墅找他 却没看见他 给楚颜打电话还是打不通 微信也还是被拉黑的状态 我心里烦躁 这时柳如烟又打电话过来触眉头 我没好气地说道 干什么 偏偏对面还是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笑嘻嘻道 怎么了 沈南 吃枪药了 就因为你昨天乱说话 我女朋友生我气了 我恨不得把他嚼来吃了 我说什么了 这种跟男朋友赌气的女人还留着干什么 亏你当初还倒追他呢 沈南 听我一句劝 这样的女人要不得 柳如烟我打断他 缓缓开口 你怎么知道是我倒追呢 当初我追楚颜追了很久都没有追上 我觉得丢人 就算后面在一起了 也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是我追的楚颜 连安鹏都不知道 所以 柳如烟是怎么知道的 柳如烟沉默了两久 在开口时有些慌乱 沈南 我 其实昨天你根本没有醉到那种地步吧 我脚底发凉 下意识地捏紧了手机 你都知道你自己说了些什么 仔细想想 柳如烟的酒量根本没有这么差 怎么可能过了那么长的时间 还醉成那样 所以一切都是你故意的 我把心中所想直接问了出来 柳如烟叹了口气 正要开口 我却把电话直接掐了 我不想听见他肯定的回答 这会让我觉得我的友情像个笑话 我心里难受 家里面的情况我瞧着也糟心 干脆直接投奔了安鹏 这都一周了你女朋友还没找到 安鹏坐到我旁边 不说还好 他一说 我心里更难受了 别提了 他真的一周都没有联系我 听都不听我解释 还有柳如烟那个家伙 没事来理解我跟我女朋友干什么 安鹏被我吵得烦了 一巴掌拍在我的脑袋上 找不到女朋友就去找 柳如烟做错事了 你就去找他算账 我被拍得翻燃醒悟 立刻打了车去柳燕公司 他的公司我去过好多次 之前每次去都是为了把加班的柳燕 逮回家休息 他要是不走 我也不走 我就躺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等他 后面他受不了 就开始主动减少加班时间 算下来他已经很久没在公司过夜了 南哥 前台小姑娘见到我兴奋地打起招呼 又压低了声音问我 你跟大老板吵架了吗 大老板已经在公司住了一周了 我尴尬地对他笑了笑 这不是来哄人了吗 楚燕的生活太简单了 简单到他连躲人都只有这几个地方躲 我大力推开他办公室的门 楚燕眼睛都不抬一下 簇到敲门再进 我笔直地站在门口不动 他抬起头来 看见是我眉目舒展了一瞬 但很快又重新错了回去 你怎么来了 我三步并坐两步 来到他的面前 对着他的嘴唇横横稳了下去 就 在安鹏家这些天我也没有闲着 连着看了好几本霸总小说 里面霸总追击最好使的伎俩就是强吻 我回忆着书里的内容 琢磨着在楚燕的嘴唇上轻咬了一下 楚燕本来须须搭在我腰上的手骤然 我心中一喜 有戏 下一秒 楚燕掐住我的腰把我从他身上推开 沈南楚燕眼角 耳垂 嘴唇全是红通通的 他扭过头不肯与我对视 声音颤抖 你别这样 楚燕 我想把他的脑袋敲开 看看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 我只喜欢过你 楚燕睫毛颤了颤 不说话 我深吸一口气 你高中就喜欢我了 楚燕听见这话 瞪大了眼睛 终于朝我看过来 你怎么 你那个时候给我的情书 我根本没打开看 所以我没有故意放你鸽子 我知道我做的不对 但是你那时候天天抓我 我怎么乐意看你给我的信 我说着说着 竟然有些难过 全然没有了刚才的强吻的气势 我追你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跟别的什么都没有关系 你怎么就不愿意信呢 这五年来的相处 五年的陪伴 你怎么能不信我喜欢你呢 楚燕脸色顺变 眼角的泪水悄然滑落 我急忙把他小心翼翼地 搂进怀里 轻轻地擦去他的泪水 不要哭了 炎炎压抑了许久的情绪 突然爆发出来 他狠狠垂上我的胸口 我就要哭 我这么喜欢你 你就这样对我 我把他再次紧紧地搂在怀中 是 沈南 我不是不愿意信 楚燕抬头泪眼朦胧地望着我 是不敢信 十年前我无法让你多看我一眼 十年后又怎么敢奢望你的喜欢 高中的时候 你与柳如烟 形影不离 而你第一次给我发消息的时候 又正好在他出国后 那你就真的舍得就这样离开我 舍不得楚燕垂着头 闷闷地说 我看你挺舍得的 我揪了揪他的脸颊 跑那么快 生怕我找到你 其实再过几天 我就忍不住去找你了 楚燕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 就算还以为我喜欢柳如烟 嗯 听见楚燕肯定的语气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然后收敛了表情 板着脸把楚燕推开了 他脸上的表情很迷茫 可能在疑惑 我为什么突然转变了态度 我们在一起五年了对吧 我抱着手问他 楚燕点点头 这五年我对你有不好的地方吗 楚燕又摇摇头 那你凭什么觉得我不喜欢你 而是喜欢柳如烟 我跟他有任何越界的行为吗 楚燕意识到了什么 伸手想要拉住我 我 我退后一步 躲开他的手 你一点都不信任我 一声不吭的就准备离开 我越说越气 楚燕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通情达理 不是楚燕慌张起来 沈南 我 我的爱在你眼中到底算什么 我在你眼里又算什么 我艰难地转身 往外走去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十一 哎哟 大哥 你怎么还赖在我家不走了 安鹏开始有些嫌弃我了 我翻了翻过去几天 楚燕给我发的道歉消息 不想回家 楚燕把我对他的所有爱意与温柔 都当作是我透过他给另外一个人的 这是对我感情的侮辱 我之前还当他就是这样情感不外露的人 现在看来 怕是每次都是自己默默在心中伤怀 我恨恨地摁灭了手机 越想越生气 那柳如燕呢 他这几天还在跟我打听你那安鹏好奇的八卦道 他到底干啥了 让你这么生气 听见这个名字 我就头疼 哎 他约我俩一起吃饭 安鹏兴奋起来 他说你把他拉黑了 让我叫上你一起 你要去吗 去我需要搞清楚一些事情 柳如燕订了我最爱的一家饭店 他坐在包厢里面 瞧着精神不太好 看见我和安鹏时眼睛亮了亮 沈南 他与其带着兴奋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 喂 喂 我还在这儿呢 你只看得见沈南 安鹏玩笑的一句话 让气氛瞬间变得尴尬起来 我冷着脸 没管柳如燕给安排的椅子 自己寻了一个位置坐下了 饶食安鹏在迟钝 也意识到了我们俩之间的不对劲 你俩到底什么矛盾啊 安鹏不解地问道 还当真了 柳如燕笑了两声 是我开玩笑太没有分寸 让他女朋友误会了 我盯着柳如燕的眼睛 真的只是玩笑吗 十二 有些问题只有冷静一段时间 才会显露出来 沈南 你这话 什么意思 柳如燕神色一变 艰难开口 我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吗 我来帮你回忆一下 我毫不留情地说道 你还记得十年前的那封情书吗 柳如燕还在装傻 什么情书 可他眼中闪过的惊讶 还是没有逃过我的眼睛 我不管他 自顾自地说道 老柳说这封信是有人交给他的 我千想万想 除了你会从我的课桌里拿走这封信 也没有其他人会这样做了 柳如燕从我提到老柳的时候 脸色就白了 楚燕是怎么知道你出国的时间的呢 我从没有跟他说过 柳如燕 你还有更多事瞒着我吗 他沉默半想 才开口 我只是不服 什么 我一时没有理解 明明一直在你身边的人是我 我和你从小青梅竹马 柳如燕情绪突然激动起来 凭什么他后来者居上 他不过就是个直感写性的胆小鬼 我才是那个应该在你身边的人 他说话的语调放缓 沈南 我一直喜欢你 你为什么就感受不到 我并不领情 冷笑一声道 他是胆小鬼 你呢 你说你喜欢我 却只会在背后耍手段 我应该与谁在一起 是我自己的选择 而不是由你来决定 我从没想过事情竟会变这样 二十几年的友情是真的 可他对我的伤害也是真的 你们女人都是这么自以为是的吗 一个打着爱我的名义 做伤害我的事 一个只凭旁人言语 就把我的爱意视若无物 我对着安鹏说 不好意思安鹏 我先走了转身出了门 十三 我在包厢外撞见了楚颜 他手上提着一个打包袋 呆呆地站在门口 不知将刚才的对话 听去了多少 我瞪了他一眼 换了个方向离开了 没过多久 楚颜就追了上来 他不敢来抓我的手 只能意不意去地 跟在我身后 你很高兴 我猜他听到了我刚才说的话 还好楚颜看了我一眼 谨慎地回答 我停住脚步 他也跟着停下 你打包做什么 我指着楚颜打包的一大袋 明显看起来还没吃的菜 想着给你送过去 你不是爱吃这家的水煮肉吗 楚颜敏纯道 我觉得有些稀奇 之前的楚颜 从来不会这样直接表达 他只会回避我之前的问题 然后淡淡地问我 要一起吃吗 彼时我爱死了 他这腹部坦率的小模样 但是现在发现这种打直球的样子 竟然更对我的口味 可是我的气还没消 我爱吃跟你有关系吗 你不是要分手 不分楚颜轻轻勾了勾我的手 可怜巴巴道 看你表现 楚颜缠着我回了家 我踏进房门的时候 发现他把一切都还原了 门口两双同样是不同颜色的拖鞋 整整齐齐地摆在一起 楚颜阴轻地摆好了打包的饭菜 又扶着我坐下 我却没忙着开动 而是先问他 刚才你听到了多少 楚颜犹豫了一下 还是开口道 几乎 全部 这下你相信我跟他什么都没有了 我相信你 楚颜一着急 眼睛就开始泛红 我一直都相信你 是吗 说完我没再理他 拿起筷子夹肉 刚才说那么大一通 饿死我了 十四 吃完饭 我又让楚颜开车送我去安棚家 楚颜看我 我也看他 微微一笑 我还没原谅你呢 安棚一看见我就扑了上来 夹住我的脑袋 你快给我讲清楚 我走后柳如烟也走了 安棚一个人守着一桌菜 看了一场戏 却没搞清楚来龙去脉 饭都吃不好 我跟安棚讲了好久 他津津有味地吃着瓜 还自己喝了瓶啤酒 就不给我喝 简直惨无人道 你说他们俩是不是有点病啊 我对着他求认同 安棚却若有所思 其实我也有点儿记忆 关于那封信 那天上完体育课 柳如烟去你的客桌里找纸 然后就翻出了一个白色的信封 当时他是塞回去了 然后就一直魂不守舍的 我并不意外 点了点头 可安棚又接着说道 那个周末 他还约了你去植物园 回来后就好了 我还难闷 他为什么不叫我一起呢 这话才让我愣在了原地 我也想起来了 有一次柳如烟约我周六出去玩 还是植物园这种 平时我们根本不会考虑的地方 去了后发现只有我没有安棚 就觉得更奇怪了 可是他跟我说 安棚有另外的事要忙 我也就没多在意 也就是说 那天楚颜竟然真的看到了 我跟柳如烟一起去植物园 这一次刚好我知道了 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是不是还发生了更多类似的事情了 我就说 我从小就觉得柳如烟 对你要好一些 安棚说的兴奋了 我果然是慧眼如炬 我却没再听 起身冲出了门 我还想知道更多 更多有关的事 沈南 你大爷的 当我这是旅馆呢 把住宿费结下 安棚布满在我身后叫我的名字 嘿嘿 谁刚才喝酒让我看着来的 我现在决定回家住了 十五 我一路跑着下楼 竟然在小区门口 碰见了心中正想着的人 楚颜靠在车上 望着小区里面发呆 他看见我后 支起了身子 有些紧张地看向我 我有些想你 过一会儿就走 他后面的话没能说完 因为我搂住了他的腰 给我讲讲高中的事情吧 楚颜一开始 磨磨叽叽了半天不开口 我做事要下车 他又赶紧拉住我 那时 楚颜这才不情不愿地开了口 年少时候的爱恋 有时候来得不明不白 往往意识到的时候 已经不知不觉地 注视了对方很久了 楚颜就是在这样的 幡然醒悟中 意识到自己对我的关注 早已超出了正常的范畴 他与我的圈子截然不同 他是老师们 人人称赞的好学生 而我是教导主任 最不待见的坏孩子 他总被抽上去演讲 而这种大会 我一半都撬掉在教室睡觉 我俩唯一的交集 应该就是封记扣分单上的 检查人和扣分人 他想了许久 才鼓起勇气 递给我那封信 却在植物园门口 看见我和柳如烟 打打闹闹地走了进去 没有分给他一点视线 他失魂落魄地回去了 又在周一 被老师叫到了办公室教训 那时我想 大概我是真的很让人讨厌吧 没有朋友 也不被喜欢 楚颜边说着眼泪 边悄然滑落 不过这都过去很久了 沈南 我不是不把你的爱当回事 你那么闪亮 而我却无趣又死板 我沉浸在自卑中 却忽略了你每一次看我时 眼中分明只有我 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十六 那天我跟着楚颜回了家 不过他最后问我的问题 我却没有松口 你说你图啥呢 安鹏在电话那头劝我 你都搬回去了 还闹什么别扭 我一边往楚颜的公司走 一边跟他说话 可我就是过不了心里面那道坎 只要想到楚颜 曾经把自己当提身 我的火气蹭的一下 就能冒起来 更多的是 其他不把自己当回事 要不是这次 我爸让我来送文件 我才不会来找他 快到门口 我就挂了电话 竟然瞥见楚颜和柳如烟 一起进了楼下一家咖啡馆 我怕柳如烟 又整什么幺蛾子 忙偷偷跟了进去 许久不见柳如烟 他还是之前那副憔悴的样子 你赢了 他对楚颜苦笑一声 沈南是你的了 楚颜没说话 老实告诉你 之前我给你发的消息 都是我编的 沈南没有陪我单独旅游过 也没有掐着点给我过生日 更没有特意为了我学做饭 柳如烟轻轻叹了口气 我骗了你十年 差点连自己都骗过去了 我把他说的话琢磨了一下 单独旅游 我每次跟他一起出去旅游 都有安棚 掐着点过生日 如果看到他的朋友圈 顺手发了个红包过去也算的话 学做饭 明明是因为我自己 心血来潮 报了个厨师培训班 琢磨明白了 我怒气冲冲地冲了进去 你俩在这次进了 沈南不是我的 楚颜冷不丁的出声 让我生生停住了脚步 他只属于他自己 如果我是你 就应该大胆地去追 而不是一直自欺欺人 他似乎不愿多言 说完这句话 就起身要走 转身就正好对上了 满脸愤慨的我 十七 我上前对着柳如烟 就一顿输出 这么多年 我把你当哥们 你去想睡我 我愤怒的是 他竟是把我当作一个 物品师的正来抢去 我痛快地骂了他一顿之后 拉着楚颜离开了战场 我朝他翻 洋装生气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怎么会一直 跟柳如烟有联系 更何况柳如烟 还一直给他发一些 经过加工的故事 楚颜睫毛轻颤 老实交代 我不想因为我影响 你们之间的关系 跟他保持联系 是我唯一能看见 你过得怎么样的方法 这句话成功地 让我心里面 咯噔了一下 我试探着问楚颜 你一直在关注我 他嘴角勾起一个 无奈的弧度 我也不知道 怎么就是忘不了你 那我在我爸的公司遇见你 我震惊到 这也是我事先知道的 那时我拼了命的工作 就想把公司做到 能与你父亲合作的资格 楚颜有些害羞地说道 想着碰碰运气 我以为的初遇不是初遇 而是跨越时光的重逢 我以为的重逢不是重逢 而是蓄谋已久地靠近 楚颜凭借着柳如烟 发给他的那些虚假的甜蜜日常 度过了大学和创业的时光 直到柳如烟出国 他才敢拼起高中时 被打碎的勇气 又往我靠近一步 他似乎比我想象的 要更加爱我 你是不是傻 我把他紧搂进怀里 想我你可以直接来找我啊 记住 你从来都不是谁的提神 楚颜听到我的话 浑身一颤 眼泪不绝地一出眼角 紧紧搂得住我的腰 轻声地说道 至少现在我能在你身边 我看着这个傻丫头 低头朝他的红唇 狠狠地印了下去 十九 楚颜翻外 我的同事们都说 我对手机消息太敏感了 因为一旦提示音响起 我就会立刻丢下手中所有的事情 查看消息 柳如烟有时候会发他的单人照片过来 更多的时候是合照 这些照片一般都伴随着 对于他们幸福生活的描述 我通常会主动忽略这些 只看着照片中的他 发上一段时间的呆 这样我就有动力继续加班 我需要足够强大 强大到配得上他 听见柳如烟出国的消息时 我第一时间感到的不是开心 而是在想 他怎么办 柳如烟对着我说 就算我出了国 沈南也不会看你一眼 但我实在太想他了 没有了那些照片 我也就没有了动力 于是我拼命搭上了他父亲那条线 只为了能与他的生活产生交集 有一天我在他父亲公司谈合作的时候 终于碰见了他 他还是那么帅气 那么让人心动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 他竟然主动询问了我的联系方式 开始追求我 我开心到了极点 知道柳如烟冷冷地跟我说 你看你额间是不是有一颗小痣 一句话把我的情绪再度打入谷底 我就说 我这样无趣的人如何能得到他的关注 原来是因为这颗跟柳如烟相似的痣 我像个小偷一样接受他的爱 每当我将要沉沦于此 柳如烟就会像一个恶魔一般提醒我 沈南那双充满爱意的眼睛 看得从来都不是我 后来柳如烟回国了 他忙着去接机请吃饭 甚至为了不受打扰 将手机关了机 我打了十多通变化 没有一个打通 于是我留下了一句话 就自己主动离开了他的世界 那句话是 你的白月光回来了 我让位有点儿矫情 可我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又来找我了 他只是不习惯 我这样想着一次又一次地推开了他 他却毫不放弃 不与余力地证明我是值得被爱的 我向他坦白了所有事 唯独有一件事 其实我们俩的初遇也不是在高中的校园里 而是在十岁那年的夏天 在我终于无法忍受父亲的报答 想要跳河结束自己的生命时 一个叫沈南的小男孩拦住了我 并把他手上的糕点给了我 我长那么大 从来没有吃过如此美味的糕点 记忆中甜味 像一束光照进我黑暗世界的每个角落 那日他问我把他的爱当成什么 把他当成什么时 最初我是迷茫的 后来我想了许久 终于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答案 是氧气 我甘愿像一个小偷一样 偷取他的爱意 这是我生存的本能 因为没了氧气 我便不能呼吸 我便无法活着 就像如果没有他的爱 我便会死一样 沈南之与我是活着的意义 全文完